最近台灣陸續有國際疫苗到貨 現在更有民進黨立委證實 未來兩天內將有64萬劑AZ疫苗 以及108萬劑的莫德納疫苗來台 但即便如此 可能還是難以滿足台灣疫苗量的需求 因為根據統計 現在光是等待施打第二劑莫德納 還有AZ的民眾 加起來就有將近千萬人 對此指揮中心也特別的呼籲莫德納鐵粉 如果只對mRNA疫苗有信心的話 就要趕快加選BNT疫苗 避免兩頭空 假如真的非莫德納不打 那開打時間可能要等到年底 莫德納疫苗明明早在7月 就已經開打第一劑 但都超過10週了 第二劑在哪卻還是沒個影 根據統計 現在遲遲等不到莫德納第二劑的民眾 有超過308萬人 就連供貨相對充足的AZ疫苗 也有超過657萬人 還沒打到第二劑 為此指揮中心 盡情針對陸續到貨的疫苗 將會規劃給第二劑施打 15號更坦白的說 莫德納鐵粉 若只對MRNA疫苗有信心 就趕快加選BNT 避免兩頭空 除了兒女一下 看看你的父母 天理是不是幫他登記的莫德納 趕快去把他修改成BNT 他假如是個30歲的年輕人 他堅持要莫德納 那就讓他去等吧 反正沒有那麼緊急 主委中心喊話 要非莫德納不打的民眾 趕快加選意願 否則要打 最快恐怕得要等到年底了 但15號記者會結束後 堅持莫德納的民眾 卻只少少的少了1229人 學者就呼籲 特別是長者 真的不要再單列莫德納 而BNT疫苗的施打政策 除了學生 也應該趕快開放給 有意願要打的高風險族群 高風險族群的人 有什麼疫苗就打什麼疫苗吧 所有的疫苗都填上去 時間到了你就打完兩劑 台灣國際疫苗到貨慢 雖然傳出14號 下午會有自購大約60萬劑的AZ 從泰國運給台灣 18號也會有約108萬劑 莫德納接棒來台 但要完全滿足1、2、2劑的需求 台灣還要努力 就持續珍古頭頭 在這間地下 既然會有許多強 那種既然會有 既然會有 既然會有